讲一下这个雪糕皮肌 雪糕皮肌 检查方案管有没有线烧 或者是更换方热板的那个视频 的相关操作 要用到的是 五犁的 五犁的那个六角帮手 六角石 还有一个十字螺丝刀 还有一个 十七的开口帮手 首先把后盖这里打开 把这个后盖打开 是拧开这些螺丝 这些螺丝 全部螺丝都卸掉之后 然后这个后盖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就要打 先把这两个卸下来 这两个是什么呢 是固定这一个横杆的 整个支撑的那个螺丝来的 要把它先卸掉 卸掉之后呢 它其实就可以松动的了 松动已经可以拆出来的了 另外呢 再把它前面这里 前面这个螺丝拿掉 前面这个螺丝拿掉之后呢 白白糖 整个就可以拿出来了 整个拿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检查 检查这个上盖 跟下盖的 那个发射板 发射板的接线 检查上盖呢 先说检查上盖 检查上盖呢 就直接打开这个 用开口帮手 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之后呢 把这一个 这个六角石 伸进去 这里 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之后呢 它这一个 已经可以拿出来了 拿出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 这是发射板 这一个 就是发射板 如果大家看到 线烧 线烧 看一下它这里 这两个线 有没有烧掉 如果这两个线 烧掉的话 你要把那个 烧焦的部分 剪掉 烧焦的部分 要剪掉 然后重新把 新的接头 接上去 它是拧制 两颗螺丝的 它是拧制 两颗螺丝的 然后 如果是要卸发射板的话 就更换的话 怎么更换 先拿一个螺丝刀 在这里 拆掉 这两个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就可以拆 这几颗螺丝了 四个螺丝 拿掉 然后它这两个板就给拿出来了 这整个板就给拿出来 然后 它那些磁珠不要弄掉 磁珠不要弄掉 到时候你装的时候 一定要用的 然后它整个发射板 就拿出来了 刚换磨板呢 就这个磨板 要更换发热片呢 就是这个发热片了 然后我们说一说 把这一个 重新装回去 重新装回去 首先 要把它这个 这个固定好先 把这四个螺丝 重新拧上去 这个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稍微 它这个 啊 拧不动就行了 啊 拧不动就可以了 啊 这样子轻轻的拧不动就可以了 就不要 不要太用力 啊 如果太用力的话 有可能会 压坏这个发射板的 啊 所以不能太用力 然后把这边装上去 装完发热板之后啊 装完发热板之后啊 装完发热板之后 就要重新把这个盖子盖上去 要注意一点就是 它这一个方向啊 要分方向 因为它这一个啊 这条横条一定是竖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 避开中间的这个横杠啊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装的啊 这样子装 把它拧紧 装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是一样的啊 是把这个拧开 把这个拧开 把这个拧开 拧开到里面了 嗯 然后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看到它这个发热板 打开它这个发热板之后呢 怎么拆 跟上模式一样的 只要是留意它 这一个探针的位置啊 先把它拆掉 这个 先把它拆掉这个 把它 把它 这一个 这个 横板都拿下来之后 它这个发热板就可以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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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刚换上方的模板就这样 然后 如果你要重新装回去的话 重新装回去 要留意的是 它这个 它这个 发热板 这个探针啊 这个探针 一定是要放在这条槽里面 一定是放在这条槽里面的 这一个拆下来啊 就不重复了 这个拆下来就不重复了 这个拆下来就不重复了 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 放回去 先固定好这两个先 先固定好这两个先 啊 固定好这两个之后呢 探针一定要从中间这里探出来啊 探针一定要从这里探出来啊 从这里 然后压住 压住 然后用这个 啊 来压住啊 固定 这些螺丝都上紧之后 然后呢 就把这个盖子盖回去 把这个盖子盖回去 把这个盖子盖回去 它有方向分的 就是说 它这个横条一定是竖起来的 就跟这条 跟这条支撑板是竖起来的啊 是对着 啊 对着这个位置 然后看着这个螺丝孔 啊 装上去 啊 然后把这一个 拎过去 拎过去 拎回去就可以了 啊 装完这个呢 就把它翻过来 重新把它装回去 重新把它装回去 重新把它装回去呢 啊 最好就先 先固定一下这里 或者是先把这里塞回去 啊 先把这里塞回去先 往前掰一掰 啊 往前掰一掰 啊 这一个 然后套回来 套回来之后呢 啊 上上螺丝固定一下 啊 然后这一个 翻过来 这里 把螺丝先上上去 不用临死 啊 不用临死 啊 要调整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一个 它这个是有那个 它这个是有高度的 啊 它这个是有那个 呃 高度的 一定要让它这个平面 啊 先放平它 啊 先放平它 先放平这个平面 啊 这样子 大概对到哪一个位置 是吧 这样子 一定要调平它 这个下磨板一定要平 啊 下磨板一定要平 下磨板 调平之后呢 扶着下磨板 下磨板 然后 把这个 后面的螺丝固定住 把后面的螺丝固定住 啊 固定死它 啊 固定死桌 你同时看一下 它这一个 有没有歪了啊 这个平不平 这个不平的话 应该调一调啊 这边低了 这边高了一点点 然后松一松 把它 调一调啊 啊 然后 稍微 碰一下啊 垫住一下 然后把它固定死 左右啊 左右就调好了啊 不会歪到一边去的 然后这个也平了啊 也是平成一条线的 啊 然后就可以把它这个 啊 装回去 然后把后盖 重新上回去 就可以了